南投县103年度推动全民国防教育考核评鉴 由国防部文宣新战处出长于中期将军 国防部考评委员至县府并担任考评招集人 县府各单位在副县长陈陈陈陈带领之下 展示本县推动全民国防教育的各项成果 并由教育处国教科郑嘉森校长进行简报 曾副县长表示 因应时代的进步 国防教育已进入全民国防、生活国防的时代 将国防概念融入学校教育、生活教育之中 使全民成为国防的后盾 未来的时代是一个全民国防、生活国防的一个时代 既然已经面临这种社会 所以县政府也依照中央的指示 就全民国防教育方面来做英务的推广以及落实 我们特别感谢同仁 在没有经费 甚至于都是自力更生自己去做一个网站的设置 以及资料的建制 还有构项工作的配合 所以成绩还算不错 不过这些成绩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 希望透过委员还有评见老师的指导 一起建立我们落实在我们整个业务里面 也让我们全民国防教育未来能做得更精准 那整个业务推动得更顺畅 于中期将军表示 南投县以最少的经费做到最大宣导效益 并建立南投县全民国防教育支援网 将相关教育支援与成果有效传承 希望只是优秀的表现 能成为未来及其他县市的学习标杆 整个的服务房的过程 看到我们县政府整个团队的表现 非常的敬佩 特别是在整个的工作团队 用科技的手段 成立了所谓全民国防教育的支援网 让今天所有的全民国防在县府团队的所有的努力 都能够在这个资源学习网上面 可以非常使用非常便利的利用这么一个资源 那我想这个这一次我们所有访评 大家对这样的一个努力都很感动 也认为这个可以对我们全国各县市 未来在推展全民国防教育这一个工作上 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参考性的 这样的一个作为 考核评见除了书面审查以外 委员们在教育处 民政处承办人员陪同之下 也到草屯镇军备主题公园 及国庆国小等处实地访查 并进行意见交换 考评委员们的建议 将成为县府推广全民国防教育的宝贵经验 感谢您的建议